大家好,又是我西貢Fanky 近來股市可能發上發落 但樓市來說,成交只有節節上升 這裏位於西貢區的迫翠路 就是一個低密度豪宅的傳統地段 成交來說,近來也非常暢黃 上次我報道,在迫翠路的近青水灣道路口 金壁花園連續成交了三間 而今次我要報道,上到這裏 分別第一個有寶山縣 有兩個成交,實用面積是703呎 連同天台的特色戶,連同車位 成交價兩間,一間成交了970萬 一間成交了990萬 所以不需要1000萬的價錢 就已經可以買到一個低密度豪宅 連同天台,連同車位 價錢是否非常順暢呢 而另一間成交,就是這個麗莎別墅 一間屬於中層的單位 實用面積1574呎 廳,巨廳,非常實用 成交價只1650萬 還要連同車位 還要連同車位,環境亦非常優美 而另外我亦要報道 在我旁邊,對面這個鹿兒花園 亦是全低密度的設計 兩層高而已,圍繞自己的泳池 而今次成交的單位 實用面積846呎 屬於三房套房的設計 連同一個天台 成交價是1380萬 還送了車位 所以這邊的成交 一直都有捧場客 因為西貢區仍然是一個很低水的市場 但地段非常超值 而今次我要推薦的筍盤有兩間 一間位於這條碧翠路 金碧花園 一個特色的天台戶 它的實用面積是1101呎 連同一個108呎的天台 屬於三房套房 巨廳大房的設計 另外還有工人套房 而單邊望回一個山林遠景 非常優美 而它的價錢而言 只是1380萬 還要連車位 另一間位於清水灣道 新鴻基發展的曉南角 曉南角來說 本身這個屋苑有會所泳池 亦有穿巴落到彩虹地鐵站 所以交通非常便利 而今次推薦 它的實用面積是1163呎 連同一個車位 現在的價錢而言 只是1450萬 單一來說 向西南望山景 有泳池 有實用的四四正鏡 看完這麼美的照片 要看實景的 記得聯絡我們 世紀21奇峰 專業的團隊 我們區內擁有30年的歷史 四間的分行 專業的同事一定幫到大家 找到一些你心儀的筍盤 便宜盤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電話在這裡 記得聯絡我們 拜拜